NASA封上了50年的海豚实验 海豚学会了人类语言 结局却令人心碎 动物会爱上人类吗 20世纪60年代 在NASA的资助下 美国的脑科学家约翰·里利博士 开启了一项海豚实验 他认为海豚有自身复杂的语言 只要教会它们说人话 就有可能成为人类与外星人交流的桥梁 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诞 但当时正值美国动物研究和探索太空最疯狂的时期 海豚实验很快就通过了审批 在加勒比海渗托马斯岛落地了 1964年 博士在海边建造了一栋名为海豚屋的别墅 里面饲养了三只海豚 22岁的玛格丽特担任志愿者负责教海豚说话 熊海豚皮特是其中最聪明的一只 慢慢的 玛格丽特将教学的重心放在了他的身上 他每天和匹特待在一起 每次训练 玛格丽特都会将自己的脸部涂白 嘴涂黑 模拟海豚气孔形状 匹特看了更容易学会用气孔发音 久而久之 他还真的学会了大约700个单词 还能准确地叫出玛格丽特的名字 当女孩对皮特说walk时 这只聪明的小海豚还会拒绝并表示我要play 这只海豚的进步让所有人都感到惊喜 可紧接着人们发现他有点不对劲了 比如说在玛格丽特打电话或者是和人交流时 他会大喊大叫 就像是吃醋了一样 平时还会经常做出一些摩擦玛格丽特手臂的亲近行为 当女孩不在身边时 他会非常的焦虑 更离谱的是 他竟然试图对玛格丽特不轨 科研团队得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 这只海豚已经把人类当成了他的伴侣 消息传出去之后 NASA很快就叫停了这项实验 三只海豚也被送到了其他的地方 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 皮特到了陌生的环境 每天在水里游来游去 大声的呼喊玛格丽特的名字 三周以后 管理员发现他竟然淹死在了水里 海洋生物竟然会淹死 多么荒谬的结局 皮特的溺亡似乎是自杀 研究发现 海豚不像我们是自动呼吸空气的 他的每一次呼吸都是有意识的努力 如果生活变得难以忍受 海豚就会沉入水底不再呼吸 有人分析 皮特因为失去了玛格丽特 所以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 还有哪些动物爱上人类的故事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白金爱上饲养员 女朋友都吃醋了 你见过跨越种族的爱情吗 眼前的这只瓷白金叫Tina 目前住在韩国的一家海洋馆里 它有一个非常喜欢的饲养员小哥 Tina每天都期待着小哥的到来 对其他的饲养员却不理不睬 别人和他打招呼都是扭头就走 可一换成小哥 你看他摇头晃尾 乐开了花 还会主动蹦起来 要亲亲要抱抱 不仅如此 他的占有欲还很强 不允许任何女性靠近小哥 这位女饲养员是小哥的女朋友 看见他跟Tina如交似气 也打翻了醋坛子 主动向前靠近小哥 谁知道Tina看见后不让大怒 猛吸一口鼠 喷上了他的女朋友 精准地命中了目标 小哥哥表示 这只白金是他从小养到大的 一人一斤培养出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每次见到他 白金都会很开心 根据科学研究 白金的智商 类似于三岁的小孩 他们性格温顺 待人友好 通体雪白 颜值超高 还自带微小醇 因此深受人类的喜爱 白金本身就是一种活泼好动的动物 他们对人类充满了好奇 喜欢和人进行互动 那白金会爱上人类吗 2009年 北极附近甚至出现了这样一幕 一头野生的白星坠着船跑 船上的南非橄榄球迷 将一颗橄榄球丢下了海面 白金自溜地窜了出去 将球叼回来 如此反复地玩了好几次 才心满意足 所以他会不会爱上人类我不知道 但他的确喜欢跟人类在一起玩爽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动物爱情故事 绝对让你叹没关止 雌鹤连杀两任丈夫 最后爱上了帅哥饲养员 这个男人究竟有多大的魅力 赫里斯科罗是一名宾威动物的饲养员 2004年来到了美国史密斯生物保护学研究所 成为了白枕鹤饲养员 在这里他遇见了一只非常奇怪的雌性白枕鹤 胡桃 胡桃最开始是住在国际鹤类基金会保护区 他的父母来自中国基因和美国鹤不太一样 基金会呢希望借由胡桃的后代改善 并扩大美国鹤的基因池 鹤谁又知道胡桃压根就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 他根本就看不上那些本土的熊鹤 基金会又想出了一招霸王印象公 他们在丹服动物园给胡桃物色了一个对象 把他俩关在一起培养感情 结果没多久熊鹤离奇死亡了 腹部和爪子都被撕扯的稀烂 事后研究所又把胡桃送去辛辛那提动物园 几个月后第二任丈夫又死了 死状和胡桃的前夫是一模一样 就这样胡桃黑寡妇的恶名彻底在动物园传开了 没有谁敢冒着搭上一条贺命的风险接受他 2004年他被送到了史密森生物保护学研究所单独照顾 一个月后饲养员克罗来了 起初胡桃根本就不让克罗踏入自己的领地 甚至还会对他发起攻击 克罗就一点一点用温柔征服了这只不好惹的磁鹤 他开始允许克罗靠近自己 随着时间的推移 胡桃渐渐地爱上了这个温柔的饲养员 2005年的夏天 克罗发现胡桃竟然冲着自己跳球偶舞 这样克罗哭笑不得 原来胡桃把自己当成了人 在他眼里其他的熊和都是动物 配不上身为人类的自己 发现了胡桃的感情之后 克罗很快地想到了一个更实际的问题 以前胡桃对人工受惊是非常抗拒的 如果他接受了磁鹤的表白 是不是能够借配偶的身份来给他进行这项工作呢 这一下思路彻底打开了 在胡桃看见他开心跳舞时 克罗也张开了手臂予以回应 甚至还会配合地发出鹤鸣 克罗还会主动地抚摸胡桃 给他送上新鲜的枝条帮助助巢 最关键的就是帮胡桃进行人工受惊 十年过去了胡桃生下了七个孩子 值得一提的是 癌整合的寿命约六十年 他们追求一夫一妻制 如果克罗消失了 胡桃会陷入丧夫的痛苦 可克罗表示他会一直在研究所工作 直到胡桃生命终结 这也算是许下了一生一世的承诺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 好